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第一夫人米歇爾 在奧巴馬的家鄉夏威夷慶祝聖誕節 奧巴馬呼籲所有美國人向現役軍人以及退伍軍人致敬 奧巴馬夫婦聖誕節當日是探望了卡內奧克灣海軍陸戰隊基地的冠兵 奧巴馬總統 在大家慶祝自由享受祝福時 最大的祝福就是美軍所有官兵的卓越奉獻 服務以及犧牲 為此奧巴馬總統代表全體美國人民對美軍官兵表示由衷的感謝 奧巴馬總統在每週禮行講話當中 也高度讚揚美軍官兵和他們家人所做的一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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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政 謝謝 謝謝 走